大家好我是阿芬 歡迎來到100道老菜脯電鍋料理大挑戰 今天的方式比較特別喔 我們用抽籤來決定老菜脯搭配的食材 好就這一隻 我們看一下要做什麼呢 我抽到的是蝦子 到底老菜脯跟蝦子可以做出怎樣的電鍋料理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準備的食材有蝦子、花雕酒、芝麻油、冬粉、枸杞、蒜頭、老菜脯 這一次決定做一鍋兩吃的老菜脯酒香蒸蝦 輕輕鬆鬆搞定你的一餐 要開始料理之前可以先將冬粉泡水半小時 口起泡入適量的花雕酒 蝦子撿蝦鬚 開背去蝦腸 蒜頭老菜脯切碎後 加入芝麻油一起拌炒 蒜頭呈現金黃色就能起鍋了 材料準備好之後 可以將蝦子鋪在內鍋放入炒料 口起花雕酒以及飲用水 蓋過蝦子即可 實驗過後 外鍋一杯水 蝦子吃起來會太老 建議你們放半杯水就可以囉 定鍋跳起後 拿出蝦子擺盤 還有最後一道步驟 剩餘的湯汁不要浪費 利用餘熱將冬粉煮熟 讓冬粉吸附湯汁的精華 這樣就完成囉 是不是非常簡單呢 一起跟著我 來看看口感吃起來如何 及好不好吃 現在來吃吃給大家看看 開動囉 嗯 它的麵條很入味欸 它融合了晚菜豆的鹹香 跟花椒酒的酒香 它整個mix在一起 超搭的 而且就能量不會很高 推薦給你們 我趕快來吃了 不然我等一下敞不到第二碗 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追蹤我們喔 下次見 掰掰